Login Confirmed 你的刺青师傅 你跟各位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是大毛 大毛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随和的缘缘 你看这就是大毛画了 还有这些图案 那我刚才选到的呢 是选到这个 我要自然就是代表我们中国的图案 这个呢 大家都觉得是龙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虎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去请大毛帮我画图案 好 现在呢 我就要开始在我的手上画图案了 它的中心位置已经做好了 我帮你把它更开换了一下 什么要更开 就是它整个的结构 我把它是用成适合你的手 那你这样最想直播是怎样 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吃在我的身上 自己吃吗 对 这是我的目标 现在呢 马上就要开始自己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对啊 会不会很痛 不会啦 我好害怕 我先让你试一针 好 还好 大猫先生 请问一下这样子 整个吃完大概要多久 只能让你忍受一个半小时的痛 一般的价格 一般的价格 是 说是有工订价也可以啦 可是我自己的收费方式是以我的工作时间来收费的 像文 文久了就知道说大概文多大的图案会花掉就久的时间嘛 那还有我们的内容 我需要花的工信不需要 对 我是以这样子来收费 那像这位先生这样子文的话 我一般的收费大概都收7千块 创法 各种年龄层都有 各种职业也都有 各种职业也都有 他並不限定說什麼 特種行業還是怎麼樣 沒有 像文森的觀念 有比較開放一點 越來越多人刺青了 也都這樣 看以後還有沒有什麼勇氣 要去刺一下青 沒有 還是沒有 行 還是不行 你們呢 還是害怕 看得對 你們看起來會很可怕嗎 我一定不會去刺青 真的洗不掉嗎 那為什麼文眉都可以洗掉 對啊 所以你說現在科技發達 所以他要洗還是洗得掉 但是工程比刺還要麻煩 皮膚會不會壞掉 有的人皮膚不好可能就會壞掉 就像頭髮嘛 有的人髮質比較不好 常常搞就壞掉了 你說我啊 我們說第二道題了 來 注意看什麼 第二道題目 來 請看 來 這樣我們有做過問卷調查 對 我們自己帶先來好不好 好 好 來 就位 就是各界名人都有可能 對 對 來 計時開始 來 好了 時間到了 好 佩晶姐寫的是 朱高震 為什麼會是他 朱高震耶 你沒有發覺嗎 每一次什麼事情他就搶在前面打架啊 什麼 什麼都要搶第一 對 然後呢 他講的話都是 哎呀 我多麼怎麼樣怎麼樣 很嗆的 多麼愛國 對 多麼愛國這樣子 所以他最適合 年輕人這麼認為他最適合私心 答錯 答錯了 好 華晶姐寫的是 華晶姐寫的是 別害羞啊 買酒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臉好像每次都給我覺得很 正義 找得很愛國 就是一副愛國臉 答對還答錯 好 王大哥寫的是 劉德華 為什麼 因為現在年輕人都非常喜歡他 然後他長的樣子 非常的正氣的樣子 應該他比較適合 好 答對還答錯 答錯了 好 先換年輕人進去 來 交換一下來 長相比較適合 刺上這個金鐘報國 來 計時開始 來 來 四道天王詞的是 成龍 答對還答錯 答錯了 天心寫的是 李總統 登輝先生 答對還答錯 那 黃佳麟的答案是 我很巧 剛好是副總統 臉正先生 答對還答錯 答錯了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一下正確答案 來 請看 下一代認為 最適合自金鐘報國的人 第五名 宋楚瑜 第四名 白冰冰 第三名 劉德華 第二名 何佳靖 第一名 成龍 上一代認為最適合自金鐘報國的人 第五名 馬英九 第四名 李登輝 第三名 劉德華 第二名 成龍 第一名 宋楚瑜 下一代 下一代 心目中的這個英雄 不一樣 差不多啦 也是有一點點一樣 對 你們覺得誰在背上最適合自金鐘報國 這一代的 王莫靈 王大哥 我剛剛講的劉德華 你覺得劉德華 你心目中覺得劉德華 你心目中覺得劉德華 不是 我說你現在 我代表這一代的 你認為 認為誰最適合 誰最適合 你剛剛猜的是年輕的嘛 對不對 你自己認為 你自己個人認為 我剛剛是宋楚瑜 你也是覺得宋楚瑜 宋楚瑜 我還是馬英九 你也是覺得 你覺得馬英九 我還是馬英九 那佩欽姐呢 宋楚瑜 那你們兩個現場就有兩個人的小板一樣 為什麼你們會認為這個 宋楚瑜呢 你不覺得他很愛民嗎 你不覺得他每一次都跟那些 比較高官的那些人不一樣嗎 他都去探聽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去幫助他們 所以人民非常的擁護他 所以你覺得他真正愛國 所以他應該就要賜這個 對 他真正的愛國 這樣子啊 那不愛國後面吃個金鐘報國 有什麼用啊 也算是一種縫刺啊 我刺掉刺掉 刺掉刺掉來講 我也是上榜 對啊 龍哥你有上榜耶 我第九名 我覺得你很適合 你真的很適合耶 對啊 都是你啦 你每次演那種戲 看起來又正直又窮 對啊 不喜歡你 真的 好詐欺喔 你太奸詐了啦 對啊 因為外表騙人 對啊 靠那些演戲來騙人 我們來問年輕的 你會覺得他是誰 我是覺得李總統滿適合的 你認為李總統 為什麼 因為他是總統 所以很適合 對啊 那龐嘉玲呢 他帶領國家一起愛國 我也是覺得總統 是總統 你們都覺得總統 那你們呢 我們覺得是我們四個 不會是什麼 金鐘爆裹 剛好四個字嘛 一個人吃一個字 可是如果你們兩個 你們四個沒有在一起的話 不是很丟臉 你吃一個金走在路上 幹嘛 真的 金 這樣很奇怪 當然不會穿衣服上街啊 那萬一你吃個金 一個人在逛街的時候 剛好旁邊有個刺個蟲 走過去 這我們可沒說 這我們可沒說 這很重啊 龍哥 如果你們看 這個刺上去 刺上去以後啊 刺上去以後啊 真的要洗掉要拿掉 真的是很厲害 對啊 什麼弄啊 千萬不要一時衝動就去刺 不要為了耍水還是要生死熟 對啊 可能要付出很大的擔心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掉 要怎麼辦呢 要多少錢呢 來... 我們現場來賓來 我們現在有個題外題 讓你們來猜一下 有機會讓你們拿大錢 對 我們現在看螢幕上 整片被啊 這個刺青 然後這個要把它洗掉 大概要多少錢 多少錢 光洗掉的錢齁 對... 把它洗掉 把它清除掉的費用 如果你們打對的話 就有機會來爆錢裝 這總共裡面有十萬塊錢 但是這很難猜嘛 所以上下五萬都算對 對 上下五萬 而且你們每一組這個 上一代的 跟這一代的 你們也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派代表寫一個答案 那我給你們一個提示就是 很貴 對 各派一位代表寫就可以了 來... 計時開始 來... 時間到了 好... 來... 多少錢... 快點一起... 一、二、三 什麼... 二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左右 我們現在對寫三十萬 好...